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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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只是評記錄,只是很閒的事,大家記得我們三個聲音 各位聽做記住,收聽我們的節目之餘,也要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鈴鐺,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加入我們Facebook群組YPR綜合吹水區 我們Facebook Page近來都更新多了很多,有多了一些趣味的圖片 有時候有些新聞,之前有些動漫消息,有些科技消息都會在上面整個圖片跟大家說一下 不過近來就開始搞冷Ghetto 不是迷因圖嗎? 是的,都主要了,我們是有動漫消息和科技消息報導的,之前 不過呢,迷因圖多很多而已 對,多很多 那這些迷因圖呢,有一堆了,其實都是跟我們節目的關係的 各位收聽開我們節目慶重你們看的圖片,就有兩份的享受,大概是這樣 那麼,還有各位收聽我們禁區666的聽眾,也可以在我的頻道上聽到其他節目 例如這個動漫節目,動漫戰隊,清談節目Rolling3D,還有科技節目,科技集帥 還有其他不定時的節目,例如華立監察院 那麼大家,除了收聽禁區666,可以聽到其他節目了 那麼,回到今天,我們三集系列的第二集 繼續有一個預言系列,而今天要說的那個預言都很多人聽過的一個系列 是的,就有關大王的 沒錯,有關大王的 是的,這個恐怖大王 是的,恐怖大王 暗過魔亞 那就是來自一個洛齊丹馬士的 我也是想說一個傑羅羅軍曹 因為傑羅羅軍曹是拿了洛齊丹馬士的恐怖大王的預言拿來玩而已 那個語言總之說1999就是地球滅亡 不是女兒來的嗎 女兒來的 然後來到地球,又在地球附近,魔亞發覺 早到了,欠陣才能欠了五年 一醒來就發覺,咦? 那不如我現在做回胡子叔叔 叫我做的事就去撈爆地球 那之後就發覺,軍曹說不要啦 你炸了那些高達王源廠,沒有高達砌,所以他就不炸了 那其實,軍曹這套動畫都是拿了幾多一些 叫做外星人的東西,或者神秘學的東西 最初也有很多這些人在裡面玩的 他不是玩一些很深奧的,玩一些很簡單的都有 那後期就變成了家庭班 我想很多人聽恐怖大王落齊丹馬士 都是會想起騎羅羅軍曹 是想起騎羅羅軍曹先的 正常人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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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經叫做恐怖大王安哥摩亞的語言 也有很多人認識他落肆語言的入門 而曾幾何時,真是主流媒體都會說落肆語言 是否恐怖大王即將降臨 英哥說他在1999年那時候是最盛行的 因為他原本就是說1999年會末日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城市追擊那些 好像有說過的 好像也有 我記得城市追擊,今天看真D那些 有說過有個語言,說1999就有恐怖大王降臨 然後還要播放一些好像很懸疑的音網 我其實也有時候很誇張取寵的 那時候就覺得 到底是不是我們真的會有抹日降臨 是不是要恐怖大王來臨 即是夠恐怖大王 大王一早就倒臨了 降了一輩子 所以曾幾何時 是連主流媒體都會提起的一個語言 當然2012年就是另一個 都好多主流媒體會提起的 末日論的一個年份 那這兩個年份都有很多 即是他那些節目都會講的 而今天我們也要講一下 六齊丹馬士的語言 是 首先講一下這個六齊丹馬士 他是生於在1503年12月14日 直到1956年7月2號 他是一個法國籍的猶太裔 最初有些人傳言他信猶太教 這些人是傳言 甚至可能是他家人 即是家人那些信 有些人更加說他信猶太教 其中一個神秘之派 這個神秘之派是最掌握的占星 占卜觀星之類的 然後他自己改上了天主教 改上天主教是真的 所謂的占卜論是傳言 有趣的是 有一個傳聞說 他死的時候 他放了一些紙在自己的棺材裏面 當一個道務賊 挖開他的墳時 將紙寫著幾年幾日 有誰挖我的墳 嘩 嗯 玩到這樣 傳言玩到這麼大 有一個傳言 是不是真的我還未知 傳出來 這個占卜是一個出名的預言家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醫生 他在行議期間四處走 四處去不同地方幫人 因為他最出名的就是預言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醫生 你可以說是一個瘟疫醫生 因為其實他提出一些建議 其實這個人也有訊息 在當時五幾幾年的年代 我有看一些資料說 一個現象很有趣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聽過落齊丹馬士 一定是馬上想起他的預言 就是因為這件事而出名 但是他在他自己生活的那個年代 其實他預言的部分 當然也讓他再出名 但是他寫作那方面 他本身也有個粉絲 但是他作為一個醫生 他也是有很多人去找他幫忙 之類的 所以其實他真的好像面面俱原 那種感覺 他給予人 所以這件事是頗有趣的 沒錯 他那時候其實本身讀大學 他一開始就讀醫 他讀完書之後 後來才讀醫 因為他那時候對抗黑死病 因為那時候黑死病流行 其實他提出一些建議 就是要把患者的遺體消除 可能會燒掉 還有保持空氣流通 飲用乾淨的水 那你其實見到這些建議 他是有腦筋的 他完全是各方面的 即是你用現代角度去判斷 他絕對是有邏輯的想法 還有這個也有一個傳言說 他有一次對村民說 這種病會在三百年之後 會找到正確的救治方法 即是好像是預言 即是他一部分有科學 他行醫那部分有科學的 但他另外一部分預言的 就是我俗稱V1 但你預言某程度上 因為他是以觀星來計 他可能以觀星的方式去做預言 其實某程度上 那些也可以叫做統計學 有些人認為 有些人認為占卜是統計學 正如星座占卜 那些人說都是一種統計學 所以某程度上 你可以說他也很科學 一方面也很V1 你都說他兩邊其實都很科學 這個人很有趣 其實他落齊丹馬士 很年輕的時候 已經很懂得解釋一些問題 去解決一些事情 即是甚至那時候智學家 一些智學家 就稱之為流星的東西 有很多人就會說 其實那些是星星來的 跌了下來的 他就說 這些不是來的 那些其實是一些 即是怎麼說呢 自然現象 甚至會去解釋一件事 所以他的同學都叫他天文學家 即是他很懂得解決一些問題 有些問題可能有人想過出來 都不知道怎樣拆解 他就可以拆解問題 很科學的 即是好像一本百科傳書 在同眼中 所以就覺得很面面俱原 即是歷史記載 其實有一些知道就會說 他很多東西是跟他祖父 即是跟他爺學回來的 他爺就會保留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書籍 即是各方面一些 除了天主教以外的書籍都會有在 也有一些說法就是他跟了他 就學了很多這些東西 看了很多這些書 但也有一些就說 他之後因為怕會被人宗教迫害 所以又把那些非天主教的書 可能看完之後就燒掉了 也不敢跟別人說他看過這些東西 甚至有些說法說他 免得被人宗教迫害 因為那時候很瘋的 大家都知道那個年代 當時很厲害 所以他也有時間說 這些天文地理占星的東西全部都不研究 先去學醫 學完醫到那時候那個時代潮流 沒有那麼宗教迫害 那就再去研究那些占星 占卜這些東西 他也有這個說法是留在這裡的 當然他那時候的一些資料 即是十五歲之前 即是他讀書那時候 究竟有沒有註冊文件 其實都不是流了太多出來 因為始終時代變遷 黑死病的流行 很多資料都散失了 但也有些資料是說 不知道他其實沒有跟他祖父住過 因為有些就說他一起住 然後就看了書 也有些資料就說不是 沒有一起住 也有些資料就說 好像他哥哥那些反而有的書信記錄下 但是他的東西就不知道 這麼巧就沒有怎麼記錄下 也有這種說法 所以那方面也是很神秘的 當然我們對他的認知 就不是他的身平 對他的認知是他的寫作 主要就是他的詩集 和詩集可以被人拿去研究的預言 也是流傳後世最出名的那本《諸世紀》 《諸世紀》 他初頭寫完之後 他大約是印了百零二百本 因為他的出名本身 那些貴族把《諸世紀》 收藏或者收起 有些呢 再發行 即是拿去再覆印 對 但大家都知道他的語言很厲害 有些人說 有些覆印的時候 是改寫了一些東西的 為什麼會可以改的呢 因為你記得那個年代 那個是歐洲 不是亞洲 他們沒有字版印刷 那些東西 很多時候他都是靠手抄 因為一手抄 很多時候就 哎 糟了不是多好 哎 改改他 那些東西 即是他版本少 留到現在一定有些改 也有些說是一些政權 即是有些政治原因 就要改了他的語言 是的 即是他怕萬一其他國家 遇到這些東西給我 那我就中招了 即是有人說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哪裡又有大災難 那會引起恐慌 可能國家會害怕 是的 那就改了的 不過呢 再強調 朱世紀 他裡面寫的那些詩集 不是更年份寫的 他是一些很隨機的形式去寫的那些語言 但他會寫實是多少年呢 1999年那個是唯一的例外 就是1999年唯一寫實的日期 是的 而其他那些就沒有寫實的日期 是的 沒錯 所以就 也有些人 我可能說快了 但是也有些人 就是會批判 就說 其實他裡面 可能寫根無寧兩可 你怎麼解讀都可以 那這個是後世爭論的部分 那我想他的語言 是時候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觸手王就是想說 讀一下他的詩集的內容 然後大家就猜一下是什麼 對啦 給點感情啊 知道嗎 好難給點感情 就是讀詩句 就讀到好像裝作漢風景一樣 讀上漢門街 是的 那諸世紀呢 是沒有一個正式的中文譯本的 大家記住 我們譯的東西 都可能我看過這段又不是這樣說的 就是會倒聽途說 有些人又不同譯法 又不同sauce 有出入就大家請指證 首先我們進入了重頭戲說 1999年7月 恐怖大王從天而降 為了使安哥摩亞大王復活 在那前後期間 馬斯將在幸福之名出兵統治 嗯 大家聽到什麼 就是1999年這麼準 嗯 還要是7月 對啦 那很多人那時候幻想到 會不會好像有個 即是打遊戲 有個第六天魔王 有個墮天使道西法 從天降臨 有些人那時候會這樣幻想 這個說法也有 嗯 但是有些人從軍事論又有 但是現在有什麼解讀方法 解讀他這段 有些人就猜 這段會不會是說911 嗯 大家記住 現在我們用的勢力 是算耶穌那時候開始的 耶穌出生時是公年 00000 是的 到現在這樣的計法 其實有兩三年之差 嗯 如果有些人再計法 如果有兩三年之差的話 剛剛對證了911的年份 嗯 即是去01那時候 是的 如果01的大約是 他說7月 那我當你還是一些時序跳躍 是 恐怖大狐從天而過 這個恐怖大狐 意思是否是指拉登 飛機去撞世貿 嗯 那從天而過 那飛機飛下來撞到大樓 你就覺得 就好像從天而降 是的 有些東西可以解釋 就是有些人把他的意言 扣連到911事件那裡去解釋 是的 沒錯 我不算那個911 那些人說 那安哥摩亞大狐是為什麼呢 他說 那安哥摩亞 因為這些名字 是用來中文譯名 嗯 那些是法文名 是的 如果法文名 算回 他當時的一個近似的名字 就叫做傑克利 不過這個譯名上 就會有些出入 因為他的音譯本身都很難譯的 即是當時的譯名叫做傑克利 嗯 我們廣東話 現在呢 要做鄉下仔 或者是農民 農民 是的 那安哥摩亞大 這個譯法 就有些人說 其實是農民之亂 嗯 因為曾經說 是法國是爆發過一個農民的革命 也都說 有段時間那個革命是失控的 就變了一些人好像是 到處去真是加仁腦略 癡了 就說他們是推崇過一個領袖 應該是剛才說的 那個領袖的名字 就跟安哥摩亞的譯音很相近 而他們推崇了出來之後 就好像是把他當大王 即是那個意思 不是我 這樣的意思 你已經知道我們想抽泥水了 知道 即是你也想說那些叫大王 那些是無我筆作的 嗯 那就是 曾經是有件這樣的事發生過 在法國內 所以 也都說會不會是 好像借古鳳金 就說會有一個類近的情況 一個類近的惡人會出現 被人推舉做領袖 就去造成很大的災難 也都有人會這樣解讀 再說回第二段 在那前後的期間 馬斯追作幸福之名 出兵 那些人說馬斯 其實是指當時的火星 火星呢 在當時的歐洲來說 都可以當作戰爭之星 他一出現就有戰爭之星 戰神那樣東西 沒錯 即是這個說法 就不是說只有一個人物降臨 而是有戰爭降臨的說法 沒錯 這裏就差不多了 我發覺這段語言 很奇怪 我在網上找過一段後段 但是這段後段 我找其他就沒有 即是這個 Source 可能有機會是 有機會是 有機會是 有機會是真還是假 沒錯 即是這個Source 的真 可能是誠意 這裏的Source 後面就是這樣說 即是他介紹前頭馬斯克力 後面呢 他有一段 誰都未曾見過巨大的女神 他發光時 太陽將會停止天天運轉 天使人類的子孫統治著我們 也保衛著世界永久的和平 他為了終結而終途揭止戰爭 和平得以長期永存 那如果照這個譯法 就不是什麼末日論 是的 即是像一個戰爭後 有一個好的軍王 即是用原本 大家經常流傳的說法 就是一個末日論 即是1999年有恐怖大王降臨 帶來戰爭 帶來末日 但剛才是講舊世主降銀 講得好像有飛雲尼 爭俊未說 拿著七色彩雲和龍神院過來 就拯救大家 爭俊未 七色彩雲 就輸不懵你了 是啊 也有 也有 也有些人 也有些人認為 是外星人 下來解解所有地球政府 所有政府 變成統一政府 長持久安 一個政府的話 嗯 這個說法就會再涉及外星論 是啊 其實外星論 也不是很多人用這個方向去解一個語言 就算是這個版本還是我看的版本 基本上有很多解法 因為它自然是詩詞 你覺得這個字又適用 這個字的解法又適用 很多評論都會認為 其實可以回到很多很多的論點 方法去的 是啊 沒錯 如果我見過有些方法會是解說 會不會有隕石炒下來的地球 都像的 曾經有這樣說過的 這個方案也有的 但是外星人說 其實現在最普遍是哪一種 即是說法是人們會直接說不準 還是說是戰爭 還是說911 還是外星人 哪一種說法會盛行一點 比較盛行就是講一些末日論 即不是說不準那一班 是的 即是他都說過後人類就會滅世 這些事情 那時候其實看都是說 兩個方向 一就是恐怖大王 總之有戰爭的人 第二就是聽到好像觸手王一樣 聽到最多就是末日論 很多時候都是聽到前 我之前說過的後段 資料都很少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即是可能有些人為了不要引起恐慌 就加了一個後半 如果不知道會不會有 是的 沒錯 但是又這樣說 你說經過了1999年之後 就有很多人覺得 不准啦 即是說到這麼大 沒有事發生 有些人會這樣說 是的 但是照剛才那個 有些人推斷就說 那個計法 如果不同 就是用耶穌出生的方法去計 就差了幾年又好像可以 但是有些人說 喂 那麼差了幾年 你說什麼都可以 你說差十年又可以 所以1999年之後 我感覺上他的語言 就少了人討論 即是原本是多人討論很多 到1999年之後就少了 其實那時候很多 所謂的新興宗教 其實都很利用這個語言 去吸引信徒 當然在1999年之後 那些新興宗教 都流失了不少信徒 是的會流失不少 你會說到末日感 可能有人來救你 但是之後就 好像沒有事發生過 也有些信徒會流失 一定有 其實我用我的力量 改變了你的事實 也會這樣說 是的 但我們計算大數點 都會流失信徒 很少可以 因為保留到已經是好的 多數都是流失的 如果這個語言之外 還沒什麼要說 有 那是911 當然有一個很類似的語言 就是911 即是不是香港話的 不是啦 這個語言就是這樣說的 在45度的天空開始燃燒 大火現迫近巨大的新城市 一切在信息之間化為灰準 他們認為是在審判樂萬事 那因為 你有聽到這種災難場面 難免會聯想到911幾 那一陣日 這個情境很相似 是的 但就這樣說 某程度上真的很穿錯符 即是你怎麼說都可以 因為講到這麼空泛 即是你講什麼的災難 都像套館一樣下去 那些人就有解釋 首先45度的燃燒 大家覺得這45度是指什麼呢 45度的燃燒 是的 角度可以嗎 也可以 我也是猜角度 有些人就說 可能燃燒完那個東西 由幾個角度去倒閉 即是飛機45度炒下去做 那你就燃燒 有些人就認為 45度其實是指經緯度呢 但如果指經緯度又會怎樣 因為911發生在紐約 其實紐約的位置 座標 都是一個45度的座標 有一個類似的 即是有一個計法是在45度 是的 沒錯 那個所謂的火將降臨偉大的新城市 如果你譯作英文新城市 即是Newtown 然後就變成New York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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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說法好像很難 即音就會接近 是的 沒錯 有些人說 既然New York 叫New 那肯定有一個舊句 York 對不對 那會不會其實在英國殖民統治下 其實是一個約克棍 即是York 它是一個York 當英國殖民去美國的時候 就是建了一個新的York 就是New York 既然他這樣說的話 剛剛就對正所謂的審判洛曼市 這個洛曼的指音也很像York 即是用歐洲的法音是更York 是的 沒錯 這個你解釋到這個層面 不能說不是 我經常覺得 是 不過我自己看這首詩的局 我都覺得真是911 嗯 這個難免會這樣想 當然可以一會再討論 沒錯 有下一個語言 這個語言是這樣寫的 飢餓的猛獸會游過賀林 更大部分地區成為希斯特的對立 這個強人將這一切拉如其鐵籠 德國的青年將無視一切 這句話是形容著一個人 其實你講到德國 又講到青年 又講到好像徽軍出去那樣 九成九都會猜是希特拉的 是的 沒錯 因為他的名字 希斯特那裡 是很像的 這個說法 後世一定會聯想我們希特拉圖 一定會 那你說穿了符會 會不會這個問題 我們就後面再討論 現在就講了語言 那些人普遍怎麼猜想 有一句是更加像的 聽著 由強大馬蒙的師祭一黨 征服了整個多魯河域 他們拿著歐形的彎曲十字架 從無數的廢墟啞鈴中 企道陣就有奴帝和金和寶石 這個不是有點像納粹藏寶倫的嗎 嗯 但記住 這個彎曲十字架 我也覺得 真的像 最後那個地方 沒錯 那這裡我覺得 好像真的 有幾近 真的很近的 這個真的近了一點 跟剛才說的比 我覺得這個好像再貼近多了一點 有些傳聞說 研究六齊丹麥士最狂熱的那個 就是希特拉 喔 希特拉其實基本上整個納粹 都很喜歡研究這些神秘的東西 所以後世就拿來連結去其他 那些神怪冒險作品 否則是In the end 中生 其實真的 那些就經常連結 因為納粹有很多東西 那些人都覺得 嘩 好像這麼在乎什麼寶藏啊 什麼 什麼 語言成的那些 他很有這個feel 因為希特拉本身很著魔 他本身也是很猶熱的 他本身也是很猶熱的 既然說完希特拉 也有其他的語言 這個語言是這樣寫的 再從未見過的巨大雷神閃之時 就會發現沒有雙手的孩子 沒有雙手的孩子 我一想我覺得是因為那些 諾葉劑啊 或者是那些核肆 做出來的那些 大王呢 我也近以來 或者戰爭那些 孤兒之類的那些 對啦 這個就是所謂的巨大雷神閃之時 他的發明名或者英文字 那時候呢 是很像一架英國的轟炸機 而這架轟炸機呢 是用來核子示範用的 嗯 即是說是核彈或者原子彈那類的 對啦 大家都知道核蝕之後 這個磨碗是很厲害的 如果偏開出現 對啦 發現沒了雙手的孩子 是很正常的 對不對 是的 既然講到戰爭的東西啦 又有一個語言呢 他是寫 人們不願聽見奇怪的鳥聲 再重複個大炮之上 少物得價格尚像 人吃人的時代變來臨 是否後世又會聯想到 可能到異戰那裡呢 即是異戰之前 經濟大蕭條的時候 或是異戰過程那時候 他有些人是譯做異戰的 因為所謂奇怪的鳥呢 其實他是指飛機 嗯 當時人們沒見過飛機 就算下旗 那怎樣推算 啊 這當然是飛機 沒可能會這樣 對不對 這麼大的東西飛機 就很奇怪的鳥 是 因為戰爭 一戰爭就會導致到糧食價格不穩 是 如果沒有糧食 就人吃人 嗯 這個又會穿鎖符會一點 我覺得 戰爭總是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我覺得 但是他推斷了巨大的資料 就真的在那個年代 如果是 推斷了一些 類似戰機 啊 轟炸機的東西存在 又真的 挺語言的 嗯 沒錯 那麼今節呢 我們就講到這裡先 那麼轉頭回來第二節 繼續和大家講 落齊丹馬士語言 就算是 也會遊行 要是 你 你 知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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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